《熱點追蹤》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熱點追蹤》 我是黃蓉 今天是12月15日週四 美國聯邦調查局12月14日發表聲明說 14日美國聯邦調查局波士頓特工 逮捕了一名在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就讀的中國學生吳曉磊 他涉嫌和跟蹤騷擾一名張貼支持中國白紙革命的傳單的人 據美國司法部12月14日的新聞稿顯示 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的一名25歲的中國留學生吳曉磊被控一項跟蹤罪已經被逮捕 據說他向一名在美國張貼支持中國民主傳單的人進行威脅 以及以通訊騷擾 吳曉磊會在14日下午3時在波士頓聯邦法院出行 根據起訴文件 2022年10月22日 有人在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校園內或附近張貼傳單 上面寫著 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我們想要自由 以及我們想要民主 控方表示 吳曉磊透過一個以巴克利音樂學院為主 包括這名活動人士在內大約有300多人的微信群組 由2022年10月22日左右 開始一直持續到10月24日 要求對方撕走所有傳單 並表示他正在向中國的公安單位舉報 吳曉磊說 再發傳單我就會斬了你的手 他還向受害人 我已經將你的行為舉報到中國公安機關 中國公安機關將會迎接你的家人 美國檢察官 雷切爾羅林斯說 我們不會容忍 對那些和平宣傳他們的想法 從事他們的工作 或表達他們意見的人進行威脅 騷擾 或懷有任何其他鎮壓企圖 言論自由是美國的憲法權利 我們將會不惜一切代價 保護和捍衛他 14日 美國聯邦調查局 逮捕了吳曉磊 理由是他多次威脅 和侵犯一名公開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公民活動家的權利 我們認為 吳曉磊跟蹤 騷擾受害人 並向中國執法部門 舉報受害人對民主的支持 以便中共執法部門 對受害人和他的家人展開調查 這種行為令人難以自信 令人不安 完全違背了我們國家的民主價值觀 聯邦調查局波士頓分部 負責特工Joseph R. Bolivarumta說 這件案還凸顯了聯邦調查局 對保護所有公民行使言論自由的持續承諾 以及我們努力將任何試圖侵犯這些權利的人 誠之以法的承諾 對吳曉磊的騷擾罪名指控 最高可判處五年徒刑 三年監外看管 以及最高25萬美元的罰款 凝罰郵聯邦地方法院法官 根據美國兩刑的指南同管核刑事案 檢索兩刑決定的法規判處 早在11月11日 六四學運領袖州封鎖 就曾發推文說 如果在美國抗議中國而受到任何威脅的話 第一時間應該去報警 如果是學生 再與學校聯繫 保留所有與學校或警察接觸的記錄 按照目前的情況 學校大概會站在加害者的一方 如果碰到這種情況 不要灰心 可以聯繫記者曝光 我可以聯繫很多記者 如果需要的話 我也可以聯繫聯邦執法部門 現在他們很積極幫助 當12月14日 FBI宣布 拘捕了粉紅留學生吳曉女之後 周鎖峰就再次發推文說 大快人心 FBI拘捕了在波士頓 威脅抗議學生的中共支持者吳曉女 以此警示所有五毛 很早就選擇逃走的中國第一代網紅 鳳姐還發文說 粉紅猖獗的日子就要到盡頭了 我相信只要拘捕 就會一批一批地拘捕 令這些利用自由世界的nice 為非作帶的壞人有所忌憚 這些事也由美國起初 歐洲還是若無其事 很贊同 一個飄洋過海到美國學習音樂的學生 為什麼會這麼猖狂呢? 雖然美國的法律令他承受應有的懲罰 但是還會有很多人懷疑 他真是簡單的學生呢? 觀眾朋友 你又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留言和我們一起討論